近日演员吴彦祖金大贤在社交平台发文,称悬赏25000美元,征求信息希望找出一起伤害亚裔事件的行凶者。 两人在发文中称,美国自去年出现多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,而亚裔对此发出的请求无人理会。 如,请记住,Wincent Chin,1月31日在旧金山,91岁的亚裔男子,Wincent Chin被人突然推倒在地。 ABC7新闻报道,正面行凶者也袭击了唐人街地区另外两个亚裔老年人,一个60岁男子,一个55岁女子。 吴彦祖和金大贤表示提供25000美元的赏金,寻找能够帮助逮捕此行凶者,及其图谋和为他们定罪的信息。 他们必须做得更多,来帮助成千上万遭受了这种绝对无理性的暴力的美国人。 我们必须表明立场,做出不能再发生更多了,请帮助我们将证明犯罪省之以法。 并呼吁Enough Snuff不希望亚裔的声音再被忽视。